先講騰訊,始終大家都比較留意 大家都預期在封城等措施影響之下 其實都預計了它做得不好 簡單來說,市場預期 騰訊上一季的順利會按年跌大約50%左右 經調整順利是跌25%左右 接下來繼續有個不確定因素就是Naps Plus 和Process會減遲 現在看到它300元水平上落都好一段時間 以及現在預計得這麼差 又有沒有機會做得好過市場預期 即是不代表它的數字做得好 但是又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下 公佈業績後又有一個上升動力 我覺得其實在騰訊中的業績 我們有一個行內名詞叫業績彈性 彈性其實是一個中性的詞 沒有聽到彈性就說彈上去很開心 不是的 彈性的意思在行內的解釋是 就是簡稱業績可以調節到可聲可跌 即是有一定的所謂Facibility 是 我們說騰訊就是屬於這一者 那它的彈性在哪裏呢 主要是在於成本的支出 以及在研發與人工支出的投入 因為七年齡在今年的年初業績都是不好的 但是它怎樣在會計的角度 令到它虛上加虛呢 這個很有趣的 它不是令它調節得好 它是令到它虛上加虛的 它怎樣做呢 就是說在營收已經是倒退的情況之下 它在研發的投入或者在請人那方面 它還要加大力度很重要的 即是有一種會計的操作 可能有些背後的目的就是 反正你是不是都舉好股價的 反正你是不是都看不起我 那我不如我局大一點 反正都是 這個好像會計的叫洗浴缸 洗浴缸也是一個專有的名詞 即是說什麼叫會計洗浴缸 譬如說這條數本來可以分七年代替 然後就是說 反正你都看不起我了 不如我一次的威爆了 其實騰訊有一點是這樣的方式 就是有一點是自知死地而後生的方式 所以就是說 其實在今期的業績裏面 其實營收方面 我相信勸商都會計算得很準確的 就是說分佈業務 譬如說跌多少 然後金融科技是繼續沒有增長的 那應該這些是沒有什麼花樣可以玩的 反而就是說 應該是關注最後兩件事情 在將來的事情 或者是兩三個季度裏面 第一就是騰訊所謂的資本的開支 或者在人工的支出裏面 會不會開始是由一個 仍然是擴張式的政策 變回收斂一點點 因為其實可以說 只要肯一收斂的話 其實它的數目會立即打得好一點點 但是你不知道它這個行為 是什麼時候開始做 或者是願不願意做 而第二 當然也是看回 在第三或者第四季度裏面 它多項分佈的業務裏面 是有沒有一定的改善 但是也是坦白說 譬如說 好像在手遊那個部門裏面 其實你要它恢復 一個比較大的增長 我相信是比較困難 因為這個基數就太大得來 我們發覺中國的 是所謂遊戲審查的 相關機構是比較有趣的 每個公司都願意審批 但是問題是網易 以及7000的遊戲 對 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 是不是喝茶飲不夠呢 還是怎樣呢 這個我不知道 總之就是未批是一個事實 所以我覺得 如果騰訊 如果股價馬上有一個 positiv的刺激 可能是要這個 手遊開始 重新去批 這個股價 才會有一個比較刺激的作用 當然這樣說 在浪跡都要破天荒地 跌成25%的情況之下 如果這個trend是繼續下去的話 那就變成了 你當初以為7000是很便宜很便宜 但是原來 去到現在你發覺 如果是保持著 浪跡是倒退25% 其實你會發覺 我都不是特別便宜 原來那些大戶都挺先知 你不斷地折下來 原來那些是先知本來的 原來不是特別送便宜 只不過跌到300 是反映了大部分的negative factor 如果這件事是成真的話 那就變成了一個結論 就是就算公佈了業績 也好 就算公佈了 可能它的股價 也會比較低地走 可能300元這個價位 就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正式跌穿的 你看到它近來 硬地跌穿300元 逼人家絕望 逼人家止雪 逼人家死的 逼死完你之後 它也上回去 我會預期的走勢就是 公佈了業績之後 其實都是在300元那裡 在那裡浮 在那裡黎張宿角 在那裡浮來浮去 就變成了向上大昇的空間 暫時在第三季完成之前 其實都未見到這樣的儲高 兩個朋友都問騰訊 Mandy就問現價可不可以入 但是戰神360就問700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同時再談 其實這個是非常之好的 證明這個市場 是非常有言論自由地 是有看好必有看淡 好事 這個絕對好事 你反而是側向是100% 看好看淡 我更害怕 其實700是有這樣的 所謂好淡之爭 是非常之正常的 看好的人就會覺得 純粹是途表直覺 由我高位沒有了400元 你還有多少 100元的血可以流 然後看淡的陣型 就是覺得 我看我的業績 真的不太行 浪跡倒退這麼多 那什麼時候才會翻生 所以造成了好淡 是各執一次 我覺得是非常之正路的 我對於雙方裡面 講笑話說 如何調停呢 調停就是很簡單 其實坦白說 你們兩個都對 你們兩個的關鍵 的理由都是對的 你兩個理由都是對的 的情況之下 就是令到股價運行 如何呢 受你兩批人的影響之下 他的股價就是真的好淡真詞 你明白嗎 是 而且反彈到比較高的時候 淡有就發惡了 他就會說 業績真的不行 你給我夾高重量 對回去 這樣 第一跌到低的時候 就有無數的買力 NPF基金也好 普通基金也好 護心廣東也好 就跟你硬撐上去 這個 一個是所謂僵局裡面 就會形成了最後一個勸告 就是說 又去到我們經常討論 口頭禪 就是股價敏感度 這個角度看 就變成就是說 不要是假裝跌穿了300元的時候 有時候就說破地獄 破地獄 然後追股 就幻想跌多100元 這樣 而相反 一夾到可能 我打給了33元 或者340元 這樣的價位 然後就說 建底了建底了 建底了 去到四百五高高 這樣就不要這樣 應該是嘗試 大膽地 用一個反向思維 就是說 應該是倒回窗 就是說 一硬勾到高的時候 如果是洞息到 業績還沒有改善 你就應該就是 扮演一個淡有個顏色 對回去 而倒回來說 就是說 又懶得跌穿300元 現在跌穿300元 每天都在那裏迷走 縮國 浮來浮去 如果是一跌穿300元 甚至是業績公佈之後 又在那裏踩業 就是這樣那樣 然後又跌下去的時候 你就勇敢些 可能就是 誒 什麼的price sensor 又在那裏 那你就買回去 這樣的話 就變成是 贏的proporability 我覺得相對比較高 一定會 嗯 好